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管是传统风俗还是新创文化 这边通通都看得到哦 现在的万华真的不一样了 有传统有新潮好像是千面女郎一样 白天跟黑夜有不同的风采 今天就带各位去万华逛一逛 有哪些好玩的邀请到专家来宾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自身导游玲珑哥 嗨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旅游达人小芳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旅游达人Cindy 哈啰 大家好 还有旅游达人艾瑞克 哈啰 大家好 好 万华大家知道呢 又叫做蒙甲 但是一开始还是要请牛游哥帮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要叫万华 这算是台北最早发展的地方 康熙48年的时候 有一组叫陈奈章肯浩 开肯到北部这个地方来 看到现在的万华 头前有很多其他格兰族的 这个独木舟跟他一物一物嘛 我们老周先问到法治史里斯 哦 又说这个独木 他讲独木舟有万华 哦 万华 万华 哦 是这样来的哦 一直到日本时代就把他这个蒙甲的音 因为他跟佛家的经典里面有一个万华两个字 音是一样的万华 万华这样 然后就变成万华的由来 那万华一般我们在旅行人的话 大概分为北中南 还可以分区啊 西门町蒙甲甲 三区啊 对啊西门町就年轻人啊 年轻人在玩的 地方传统小吃 我们称之为万华三宝 三宝 再下去就是那个 这个大甲拿 这甲拿就是我们的西藏 西藏路一直延伸到新店溪这一带 我们都叫甲拿 甲拿这边青年公园是大家很多人都去好大 然后可以延伸到马场丁这个地方 所以这么一讲你才知道 万华其实可以把它分成北中南山区哦 每个地方其实主题不大一样 主题不大一样 而且学问也不太一样 我这一次跟小芳姐一起出外 仅发现了很多本来没有发现的景点 龙山寺是台北第一名刹 周年香火鼎盛 中央为主寺观圣音菩萨的正殿 后殿则有观圣帝君殿 天上圣母殿 文昌帝君殿 以及月老厅还有华佗厅 寺内每年会定期举办 节庆祭典及民俗活动 总是吸引大量人潮 特别来这边感受庄严热闹的气氛 龙山寺是国定古迹 我们一大都看到超多外国人了 小芳那我们除了拜拜愁平安之外 在龙山寺还有什么必看的亮点吗 龙山寺是所有规模非常雄伟的百年寺庙 雕龙化墙都非常的一个精致精彩 这里除了很多民间传说之外 还有很多隐藏冷知识的秘典 姐姐 你知道里面有外国人的雕像吗 居然有阿兜拉 是在哪一尊神明的旁边呢 我最喜欢扮演柯蓝的 一起去找找看 走 龙山寺的建筑工艺相当精湛 聚集了很多名将的作品 但没有想到严肃的庙宇建筑 还藏有仙人的幽默 很快的我就发现门口石骨上的雕刻 有两个肚子胖胖的小人 有点可疑耶 经过专家解释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这是两位文官 配合手上的物品 合起来有祈求极庆的意思 小芳 我已经找得统婚眼花了 而且该拜的也拜了 还是没有找到外国人耶 你该不会是糊弄我的吧 才没有耶 智杰 你会发现旁边的金颅鲁 有一点不一样啊 嗯 我发现它面容愁苦 还带着稀释礼帽 感觉很可疑 答对了 耶 找到了 这四个呢就是外国人 他们没有穿着上衣 然后呢用半蹲的西瓜 然后把这个香炉顶盖给扛起来 很壮 对 很壮 是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鲜明的生活呢 其实跟外国人有些过节 所以为了一把他们的心头之客呢 就把这些外国人用半蹲的一个姿势 捧着这个又高温又重的 江炉顶盖 哇 好好笑喔 没讲还真的不知道耶 是不是啊 逛完了龙山寺 感觉有点累了 正想点杯饮料 小芳却突然跟我说 要带我来一杯传统的手摇饮 小芳 我们刚刚走过来路上啊 我就闻到很浓的青草香 非常的甘醇清新耶 是的 没错 这里就是有名的青草香 想当初可是萌加百姓的药妆一条街哟 我以前喝幼幼的老弟包饿喔 那现在喝什么呢 放心啦 现在店家都转型 又卖一些清凉降火的饮品 像是苦茶啦 青草茶等等 口味还不错哟 赶快来喝一杯吧 巷内历史悠久的青草店 已经传承超过百年 还没走近就可以闻到 浓浓的青草香气 这边除了最著名的青草茶以外 还有各式花草茶调制而成的白草茶 口感非常丰富 后韵回甘 也值得一试喔 刚体验完传统的 接下来点新潮的喔 龙山寺这边也有新潮的 有啊 而且还是地下基地喔 喔 原来这地下秘密基地 就是位于捷运龙山寺站 地下二楼 地下空间大约有两千平 龙山文创基地 这里头不但是有市集工作坊 还经常会举办 各式各样的展览活动 从静态展示到动态展演 应有尽有 内容包罗万象 想要体验万华的在地文化 这条路线千万不要错过喔 这条路线有新有经典 好像没有拜过龙山寺的感觉 我真的还 对龙山寺不怎么熟 里面居然还有外国人 顶着那个香炉啊 所以里面我觉得最经典 应该是龙山寺 但我就要问一下这个玲瓏哥 因为我知道除了龙山寺 蒙甲还有清水盐祖师庙 清山宫 并称蒙甲三大庙都要拜啊 龙山寺建议你五个东西 五个东西 然后比一看 那个日本时代 唯一全台湾做的铜柱 铜柱 青铜的铜柱 龙 一只龙 就在你山寺殿头前 对 龙的铜柱 因为那很贵的 为什么很贵的这个地方可以弄呢 你也知道 山寺人 铜柱这个地方都有钱 对对 然后进去之后就着井 哇那个着井媲美那个北港天后宫 那个着井 然后接下来是那个观音 观音你要去看 因为龙山寺 这个佛教是寺 如果是道教的叫庙公府 什么土地公廟 什么南庭公代庭父 这一种 这种就是道教 为什么这里面也有 你这些山泰寺啊 祝寺那种 通通有 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包容 包容姓我们现在 鲁士到不分家嘛 后面有一个那个 夜下老人 应该是台北市 非常忙的夜下老人 其中之一 对对对 大部分都不是男生去求 大部分是女生 是 不知道 够好男的这么多 所以女生比较想要求姻缘 就要来 对 然后再来是这个青山宫 这一个青山王 现在在每一年 龙列十月二厘 就会一个很大型的烙镜活动 很热闹 那很有名 很有名 青水祖师庙 为什么会有洛比祖师 他里面有七尊的祖师爷 那其中有一尊 在同志年间的时候 到九萌 九萌那里那里烙镜 结果平衡全叫我落去 落去 就是说 会发下去了 赶快把虎虎拿过来 然后这个 赶快粘上去 黄土的粘上去 所以这边就红 后来人家就 落鼻子之后 接下来整个大地震 什么 他就觉得 原来是青水祖师在跟你 给你报名牌 轻酸 后来慢慢经过几次 只要有大事情要发生 祖师爷的鼻子都会掉下来 这么厉害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落鼻祖师 真的是外行看热闹 外行看门道 你经历饭你还要知道 什么神 他有什么神奇故事 真的 而且这些庙这么多 有庙的地方就有老之号 老之号就有好吃 美食 小高 你会觉得我们可以去吃哪一家 其实我要推荐的这个地方 真的很不可思议 他就在主持庙正门的右侧 那这个地方 说实在他经营了超过一家子 超过六十 太多观光客一定会去排队 连续两年被毕比登推荐的是 这个控麻烹 首先我先讲他的控麻 一定最主要的 这个控麻店家绝对是 有瘦也有肥的 然后一起去控到 跟焦糖一样的颜色 所以吃起来一定是入口即化 却不油腻 很多人来这边不是只有吃控麻烹 碗粿也要吃一下 挂包也要吃一下 还有我很喜欢喝他的汤 他有猪血猪肠汤 另外一个部分我很推荐是 鱼丸 他会加了油条这个汤 鱼丸加油条 对对对我觉得这绝妙 真的好妙的搭法 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 有去万华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家 我们看了经典吃了老汁味 那我就要问一下阿瑞克 那有没有一些新潮的东西 其实来到这边 我们就推荐大家来到这个 新富东山水街市场 是蒙甲人的味吗 没错 这个是万华最大的市场 而且他其实从1935年 就已经开始发展这个市场文化 近年其实他就是在政府的规划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他跟一般的市场不一样 就是有这个雨棚 对 然后他的招牌非常的清晰 每一家店铺 然后每一个号码都可以一来无遗 那再来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美食 大家如果是喜欢就是吃美食 或想要这种道地的台湾味 来这市场就没有错了 但是你刚刚是问说 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新潮的景点 对不对 刚刚这虽然有翻新过 不够新 没错 我今天要介绍的那个就很重要 就是新富丁的这个文化市场 这个地方 它现在已经变成隐藏版的 IG打卡圣地了 还网红圣地 经过整理之后 整个变成一个复合式的展览空间 然后里面还有咖啡厅 然后里面看到一些 就是有关于万华地区市场的 一些变迁的历史介绍 所以我觉得蛮有感觉的 哎呦 所以万华的老市场 现在都有了新生命了 真的 像那种文青多 打卡多的地方 咖啡店一定有很厉害的 想问一下Cindy 你有没有心头好咧 当然 跟着资深王美 来到这间单车主题咖啡厅 这一个建筑本身 它就是一个古迹来着 所以在到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王美会穿着旗袍 自备旗袍或自备那种和服 来到这边拍照就非常非常地有feu 刚刚我们讲到这附近 有非常多的老店 对 它这间可以说是台湾味 又结合了西洋味的这种台西结合 那刚刚有讲到这边很有名的 就是它的鱼丸对不对 鱼丸 它跟它们一起结合了 就叫做鱼丸双鲜蛋堡就是它 就创在蛋堡汉堡里面 对 你有吃过插进去的这种单颗鱼丸 也有吃过花枝丸变一串的对不对 你的鱼丸该不会就是我在那个市场买的吧 就我们那个鱼丸的市场 鱼丸到处出现啊 对 你有吃过这种一串 你有吃过这种鱼丸放在蛋堡里面吗 好酷啊 所以非常的酷 你知道咬下去的时候 你第一口会先吃到那种 它的外面那个饱的那个面包 是非常的松软的 然后进去到鱼丸一颗一颗的时候 是那种很Q弹的感觉 然后那个花枝非常的鲜 然后鱼味非常的鲜美的感觉 然后最后还有那个蛋 跟那个就是你知道 饱里面会有生菜沙拉 就整个你知道融合在一起 听起来很难想像 对不对 好像很怪 但是我跟你讲 吃下去你就说一绝 怎么会有人想到把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非常的棒 而且它就也不会很贵 就大概一百多块钱而已 你就可以知道 有点传统结合创新的 这样融合的料理 那刚刚有讲到说 因为这里是这个单车主题 所以你吃饱喝足 然后拍照也拍完之后 接下来你可以在这边 免费租借单车 有免费的单车免费 然后它就可以让你在旁边 就是绕一绕感受一下气氛 再回来就是休息 非常棒 好吃又好拍 鱼丸以为都只能用火锅吃 没想到可以入宝里面 只是都已经来到新富丁这一代 那我就要问一下玲瓏哥 我也算是有稍微做功课 我知道新富丁附近还有一个景点 剥皮寮很有名 外观就很多 还剥电影 乡亲如果你有老外来了 不知道要带他去什么地方 如果你看这个爸爸妈妈 老外的人要来TikTok 不知道要带他去什么地方 如果你有小朋友写历史 不知道怎么写的 你带来这边通通通有 剥皮寮全部都有 清朝日本到民国时代 这个地方你这样子看过来 它就在广州街前面 走进这里你看到了清朝时候的建筑 你会看到红墙 红砖 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有一些是有铁架子掏空的 掏空的已经是国民 日本是来到国民政府的时代 然后你会走到有一些 还有这个墙面上可以采绘的地方 那大概是国民政府的时代 里面弯弯曲曲的 如果是下雨天 没地方走 你来这不去压着火 对 那如果大太阳很热 你来这边 不会晒到太阳 剥皮寮这个字其实是这样子 众说纷红 有个说福气就有福地寮 福气寮 福地寮 然后因为以前这家 就是接近钢口的所在 所以有进口福山 福山的时候要把福山的皮剥掉 所以剥皮的钢寮在那里 也有说这个地方是有牛汁什么的买卖 要把这个牛皮给剥下来 后来日本时代就给它一个白剥皮 白剥皮寮 白剥皮寮 我们汉人说剥皮寮 剥皮寮 剥皮寮 所以说你来放心 人家这边伤人同手无忌 不会跟你剥皮的 对 光一个这个钟万华 感觉就可以从白天晚到晚上了 晚上这边很厉害的是 有很多的夜市 艾瑞克在这边夜市 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美食地图 有这里夜市美食可多了 就有这个百年老店以外 还有很多的米其林必比登推荐 米其林必比登会不会很贵呢 还是同版价就吃得到呢 万华夜生活休息一下 老蒙甲新万华新潮经典玩法 刚刚艾瑞克提到了 这万华的夜生活也很有趣 要去逛夜市了 但是我们地图来看一下 事实上我们知道在万华这里 蒙甲这一代夜市很多 光是蒙甲就有华西街 有吴州街 有广州街 三个耶 艾瑞克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万华的夜市真的是吃不完的美食 然后三个特色完全不一样 刚刚有提到第一个就吴州街 吴州街其实它是以一些比较现草的料理 热草类的这种料理为主 然后比如说你在那边可以看到 很多人就坐在那个板凳上 说点了一桌菜非常的澎湃 花酒泉那样子 什么生草扇鱼啊 什么咸菜鸡啊 咸菜鸭 都超级好吃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广州街 广州街就是比较生活化一点点 它里面有很多杂货啊 游戏摊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什么 弹珠台啊 可以带小朋友去 等等的 然后射气球啊 所以它有比较多亲子活动 然后跟就是琳琅满目的一些 time way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华溪街 这个全世界都有名的 是台湾的第一个观光夜市 而且这个华溪街 大家应该知道最有名的 应该是蛇肉对不对 其实它就是有很多山珍海味 什么要吃通通都有 所以在这边也有很多的小吃 想要推荐给大家 那我自己就来推荐几个 我觉得来到这个万华 这几个夜市附近的 必吃的美食 第一个要介绍的这个 清汤瓜仔肉汤呢 这个真的非常的厉害 它已经连续三年 得到这个米其林的 必比登推荐了 那它这个清汤瓜仔肉 它是怎么做呢 就是把这个瓜仔 那种罐头的那种腌制的瓜仔 放到清汤里面 就是煮炖那个肉 它那个肉羹呢 我觉得非常的棒 因为一般的肉羹 会裹很多的粉 它的那个全部是用这个猪腿 后腿肉去裹粉薄薄的粉 然后肉质非常的甜美 再加上那个汤 吸收了这个瓜仔的这个咸味 但是清爽 但是味道非常的够 非常的好吃 然后他们家的卤肉饭呢 也是很多人推荐的 黑金卤肉饭 有很多人都说是他们觉得台北市 最好吃的卤肉饭之类 很多人的第一名 对的确 的确 你一定要点一碗他们的黑金卤肉饭 再配一碗这个清汤瓜仔肉 那再来就是这个挂包 刚刚40年 现在60年啊 每一家都是比老的 你知道这个挂包呢 也是有连续好几年得到米其林 必比人的推荐 整个一口咬下去 你那个层次很丰富 还有它的那个挂包的皮 也是自己现做的 现蒸的 所以一切就是完美 最完美的挂包 很多人都说台北好像没有什么好吃的挂包 因为你没有吃过这一家挂包 完美挂包典范 真的 最好吃的挂包就在这边 那最后呢也是我私心要推进的 你刚刚讲说一家比一家 老的40年60年 我介绍这家是百年老店鱿鱼羹 百年的鱿鱼羹 对 这一家呢就是从他的阿公 外祖父就开始挑着扁担 在这个龙山市附近卖的这个鱿鱼羹 它的那个鱿鱿里面有两种鱿鱼 一种就是生鱿鱼 那一种是鱿鱼旁边有加粉的那种鱿鱿 所以那个口感也非常的棒 然后呢就是都真材实料 一碗就是满满的鱿鱼 一盘炒米粉一碗这鱿鱿鱿 真的是人间美味 真的 光想到然后你再加点辣 那个带劲的感觉啊 来 从40年60年到百年的滋味 都推荐给大家了 想要攻略这些美食地图 可能就要吃到半夜了 真的 不如在这边住一碗好了 钟万华这边问一下Cindy 你有没有推荐的住宿勒 有 来推荐这一间是文青时尚旅店 它呢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而且你要用心去感受 包括你走进去的时候 你看到呢 它在这边等待的那个 长长的那个石木的椅子 床上呢挂的这个画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呢 它有个很大的旋转楼梯 那个旋转楼梯呢 刻意做成白色 而且是做成像这样子的形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间旅店 它就在龙山寺的旁边 而这个旋转的白色的楼梯 象征着香火鼎盛 吹烟鸟鸟往上升的感觉 有没有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意境 非常的注重小细节 因此呢 让这一间呢 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么大间的旅店呢 却获得了德国的红点设计大甲 还得奖的 对 还得奖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除了呢 我刚刚特别提到 它在龙山寺旁边对不对 所以当你走进到房间里面的时候 你会惊呼 吓到 因为打开窗户一看 龙山寺的美景 尽收眼底 跟龙山寺起碎 非常的漂亮 还有呢 它有很多巧巧思的设计 例如说椅子 它就把它变成床头柜 就是多功能 然后很多收纳的空间 如果你是呢 以这个价位 CP值 还有你觉得花这个钱 可以住到设计奖的旅店的话 那你一定要住这边 因为它的价钱 来来来 各位 居然只要 2700 2700耶 你就住到了设计旅店得奖的 好不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万华的 中蒙甲这一带住一晚之后 那接下来 我们换个区域丸 往北边走好了 万华到了它的北边 刚提到是属于西门町这一带 那我就要问一下叫小方了 所以如果到了西门町帮我安排一下路线怎么玩呢 怎么玩呢 请看VCR 新门町是台北著名的流行商圈 这具特色的徒步区 是台北第一条专为行人设置的区域 包含随处可见充满艺术感的涂鸦墙 美国街 电影街 以及各式各样的精品小店 这里也是国际化商圈 吸引了众多国际观光客造访 除了年轻国际化以外 西门町还拥有百年建筑物 西门红楼 小方姐 西门红楼真的好好拍喔 感觉都变美了 你知道西门红楼它是一栋百年古迹 但是很多人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拍到打卡跟路过 但却不知道里面其实有很精彩的宝藏喔 我们现在在的这栋楼是一栋八角楼 里面有很多台湾风格的小屋 还有有一间很特色的咖啡厅 再往里面走的就是十字楼 十字楼是许多文创品牌进驻的区域 它有分为南北广场 南广场就有很多露天的咖啡厅 露天的酒吧 那北广场其实就是西门红楼的创意市集 每到假日的时候就有很多创意的艺术家 回来这边摆摊 非常的热闹喔 超丰富的 我觉得这边可以融合这种文创啊 还有历史真的好值得来拜访喔 来我们去看看啦 没想到西门红楼那么好逛 逛着逛着我脚也酸了 而且呢刚刚光顾着拍照 都没注意到手机电源已经拉警报啦 正想着找地方充电 小芳姐却说不用麻烦啦 到西门町游客中心就可以解决啦 哇小芳姐没想到我们刚刚呢 可以在一楼帮手机充电 现在来到二楼也可以帮我们自己的身体充电 我现在觉得好chill好舒服喔 是啊这里是西门町最新的游客中心 我们现在在的二楼修气区啊 你看整个氛围是非常棒的 它有一个贯穿四楼的天井 还有一个呢整个西门町的地图 所以你可以按图所记的去看你要的景点 还有哦三楼可以寄放行李呢 哇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去买买买 然后来这里寄放 好好好不要太激动 走我们现在就去逛街 走 こんにちは小芳姐 请问我现在是传言时空吗 我好像来到昭和时代的感觉 心情好好哦 我跟你说这里是日式商店的博物馆 它把昭和时代很多商铺都搬来这边 像是药房啦 美妆铺啦 茶屋啊 茶屋啊 还有汤屋啊 还有还有 要把神社跟鸟具都搬过来了呢 跟鸟具都有 而且还可以换妆耶 对啊 你瞧瞧 拍了好多漂亮的照片 真的 而且呢我们刚刚上来还看到 又有很多的日式的药妆百货 小朋友还有游戏区耶 是不是很想去日本 很喜欢我现在就想去 告诉你 我带你从路十分钟就可以到日本 真的假的 对啊 走 走没几步路 远远就看到古葡的钟楼 矗立在绿色土丘上面 周遭绿意傲然的空间里 还有几栋日式传统建筑 感觉就像真的来到了日本 原来小方姐讲的地方 就是长生在西门町的日式建筑遗迹 西本院寺广场啊 这个地方原本是日据时期 建立于台北新启亭的净土真宗寺院 不过后来发生大火被烧毁 只剩下一层楼高的台积 以及部分遗迹 而经过了台北市政府整修之后 才变成现在这么美丽的样子 想要悠闲散步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都市中的异国秘境 那个影片怎么看起来 我觉得我对西门町那么不熟啊 好乖啊 里面好多新东西哦 而且小芬刚刚里面 西门町居然有游客中心啊 对而且是今年五月底才开始的 那么新啊 它其实原来是国产署所有 花了五年的时间 浩资去把它改造出来 而且它是以绿建筑这样的观念 节能减碳嘛 那我真的特别感谢 有这个游客中心 第一刚刚看到影片嘛 万一手机没电 一楼就有服务 那不是只有充电的服务哦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讲一些 比方说低态旅行的部分 所以有人会请自行车 你如果自行车有什么些些许的 哦那边有点解忆空局 对对对对 那如果像玲珑哥万一想看一些阅读什么 没有老花眼镜 没关系人家也有 也可以借 所以我觉得整栋来讲真的很贴心 它现在已经是我在西门町 心目中最好最好的地标了 哦 所以过去有些人都会说 台湾的观光就少了一些配套措施 但现在其实配套做得越来越完整了 对越来越完整 西门町也在进化当中 可是它怎么进化呢 年轻人 每个世代年轻人都去 都不一样 我想问一下Cindy 那现在的年轻人去西门町 他们都混哪里啊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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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著各式各樣非常漂亮的塗鴉 那裡頭有各式各樣的塗鴉 包括有像是卡通的翻碗 或者是藝術家自己的原創 或者是有文字的設計 就是各式各樣 你來到這邊你就會覺得 感受到這種年輕人的活力這樣 那除了它有非常漂亮的塗鴉之外 在這邊它有很多的像是潮牌 有很多的 常常會大家這邊看到年輕人大排長龍 你就知道某個潮牌 又出什麼限量版的商品了 大家就要來搶 或者是有很多的鼓琢店 你知道就是很多那種很有型的人 在這邊買了鼓琢 穿著這鼓琢走在這個塗鴉牆裡面 就很像那種 美國以前那種西皮年代的那些人 你知道就很有個性 然後很酷 除此之外你邊走邊走 你聽到音樂咚咚咚咚 哇很多人在這邊啦ㄎㄧㄧㄥ 有沒有 然後熱舞接舞 然後或者是旁邊咻過去 滑板 然後或者是兩個人一言不合 就有rap battle 就是你知道非常非常的潮流 所以我覺得來到這邊 你就會感受到滿滿的這種年輕啊 活力啊這種感覺 我覺得很棒 真的是耶 現代年輕人聚集地 如果看到這資深年輕人眼裡 你都跟你就看不看嗎 那些畫你又不看不懂那是什麼畫 你又可以是給又又又喔 你年輕人在混西門店的時候 你又去哪裡啊 你知道鄉親 鄉親 鄉親 如果說你跟年輕朋友 如果你的父親是在40歲到70歲這當中 跟他沒話講 今天就跟他問這個 爸 你年輕的時候有沒有去過新門店 一定有的啊 那你有沒有去過萬年兵宮劉斌 有啊 萬年喔 那時候是不是帶媽媽去 接下來是不是帶媽媽去 你爸爸 嗯 你又有坐在那 年輕的時候爸妹的地方啊 喔 真的 你知道那個劉斌女生喔 天生風這個方向感不好 可以跟他去而走路 男生就牽著 喔來 如果你有一點會的話 來來來 你們一次三個我也可以 你帶前面對不對 要讓女生最後面 往往跌倒不是從前面泡 是從後面躺下去 喔 這幹嘛要在你身上就對了 心牌不滾 所以 這知道我以前年輕也去玩過啦 你也去啦 你也去啦 他最喜歡在兵宮裡面接龍 幾乎是你那個年代的年輕人 那時候還沒有東區嘛 那是西區 西區一定都會去 一定都會去的話 是萬年兵宮 那萬年兵宮1990年的時候 這個五樓關起七樓關起 那他就現在好像兵宮沒有了 現在你再去的話 我每一次去 現在去 第一個一定是往地下室去 地下室一樓 在地人的料理 懷念的古早味 吃了那個料理 彷彿天光月潭的神燈 插到了我在公讀生的歲月 公讀生 不用說六十九年 七十年了那年代 有 我們都沒出生 那個叫做什麼什麼排骨 一定吃 對對對 很有趣 什麼什麼那個甜哺辣 對 吃完之後才有往上面走 吃一個回憶的啦 你們現在是有電扶梯對不對 我們年輕的時候沒有電扶梯 有電扶要不然就走路這樣子 這裡面來 年輕人要的東西 到裡面全部通通有公宅啦 那個吃娃娃機啦 還有那個類似冰果 尤其是Pachinko的那個小東西 裡面都都有 特別是手機 你手機的各樣各式各樣的吊飾 裡面通通有 所以現在除了好吃上面也好玩 所以提到了西門町啊 不同世代的人 在這裡都有不同的青春回憶啊 對 每個人的青春都有西門町 那你知道西門町什麼時候最閃嗎 什麼時候 當然就是台北燈節的時候 什麼時候 你知道這個轟動的台北燈節啊 明年又要回到西門町了 這個展區一路呢 會從北門一直到西門町 這三大展區 不管你要看這種 像是中華純統文化 或者是那種城市的藝文 甚至連科技的聲光效果都有 而且這個光不是什麼隨便的光 這是國際光影大師劉志良設計的 策展的光喔 大師之助喔 大師之助喔 而且這個時間呢 明年2月2號就點燈了 那正式開展的時間呢 是2月17號到3月3號 所以現在呢 可以趕快趕快提早規劃 真的 提早規劃搶先部署 把我們今天講的景點記下來 把講的飯店訂下來 那提到訂飯店 那西門町有什麼好飯店呢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老盟甲新萬華 經典新潮新玩法 我們剛剛提到呢 這個明年台北燈節 就要在萬華舉辦囉 可以搶先部署囉 來到了西門町這一代 那就要問一下欣妮 那西門町可以住哪裡 來介紹這一間呢 極簡設計時尚飯店 先來說說它的這個地理位置呢 非常的方便 西門町站出來之後 一分鐘 這麼近 入口 就這麼的近 就在入口 對 立刻就到了 所以我覺得呢 這地理位置呢 就是非常的棒 那走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呢 它整個Lobby的感覺 也是非常的氣派 而且呢 它有開一個天井 那你知道陽光 從這個天井 這樣灑下來的時候 就會覺得 整個人就是心曠神怡的感覺 在這邊有雙人房 有三人房 有家庭房 房型很多 房型很多 不管你家是三人 小家庭 還是大家庭什麼 來到這邊都可以滿足 那來到這邊呢 它有很多的這種 共同的空間 包括像是健身房啊 辦賣機啊 最厲害的是它有很多餐廳 餐廳很多 它有這個連鎖集團的 火鍋料理啊 中式餐廳啊 所以呢 它的早餐也很棒 那像這樣子呢 一個晚上要住多少錢呢 價格咧 這算是很有質感的 一個食材飯店 喔 不到四千塊 沒錯 天高級 是 來問一下艾瑞克 那你這麼喜歡這種 新潮的新飯店 新飯店這邊有嗎 對 你講到一個重點 我就是喜歡新飯店 所以我今天要推薦的這間飯店 是在今年2023年 全新開幕的日系簡約飯店 還沒滿周水的飯店 它是真正來自於日本的日本品牌 其實你看我們剛剛一路在這個 整個萬華這邊就是去玩 就會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日本的元素 比如說剛剛有西本院 市川和服 穿浴衣 逛這個神社什麼的 那其實呢 現在不一定要去日本 在台灣也可以做到 原汁原味日系品牌的飯店 然後它的location也非常的好 真的是極好 因為它就是在中華路上面 然後剛好就是在北門站到西門站中間 所以也是剛剛我們介紹到 台北燈節的一級戰區 等於你直接住在台北燈節裡面了 你直接的房間閃燈 對 沒錯 不只如此你可以閃到燈以外 因為你知道 剛剛Sindy說你那個飯店有多高 15層樓 很高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有28層樓 對不起 對 高好處在哪裡 就是你知道 這附近的全部的高空美景 一覽無遺 因為整個飯店 它有360度的方向 那再來就是它 當然它是日系的品牌 所以它的房間 還有它整個空間感 就是讓你置身於日本的感覺 那在這個餐飲的部分也是 它早餐也特別就是有 加入這個日式的早餐 然後還有中式的早餐 像我們台灣的饅頭 雞排 都有可能在早餐 在早餐也可以吃得到 然後另外它也有就是 比較完整的健身房 因為其實很多這種小型的Sindy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飯店我很推薦給大家 因為是現在目前新門町最新的飯店 價格怎麼樣 那麼新的飯店 一個晚上多少錢 超貴一點 但是值得 500塊 新就是好啦 好不好 這個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加價 所以我們剛剛主要都在萬華北邊的 西門町這一帶 所以我們萬華的北 北萬華 都玩過囉 那現在要前進南囉 所以來看到 我就要問一下這個小方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南 主要是嘎啦這一帶 嘎啦 為什麼叫嘎啦 就是因為凱達格蘭族裡面 嘎啦這個音譯過來的 是 那它的意思就是沼澤地 那這一區的沼澤地在哪裡呢 就是西藏路以南 國興街以西 一直到新電溪的沿岸 這一區的土地多大部分都是沙子土 所以早期是以農業生產為主 所以嘎啦有三寶 哪三寶 茉莉花 是 麻竹筍 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豆芽菜 豆芽菜這裡盛產 好有趣喔 所以嘎啦這個原因是這樣來的 那身為萬華媳婦 您對嘎啦熟嗎 哎呀 多熟啊 我家呀 你又在嘎啦這區對不對 對 歡迎大家來我家看看什麼好玩 哦 智姊你不是說要吊遊體驗 南萬華嘎啦的生活嗎 怎麼現在是咖啡廳嗎 沒錯 這就是咖啡廳 不過呢同時它也是古蹟萬華林宅 這個萬華林姓家人非常厲害 當初呢是靠著金銀蔬果變成了地方大戶 這種大樓你可以看到融合了中式日式西式的風格 在1935年落成的時候 可是當時猛甲的第一高樓 哇 我看它的外型啊 你看四邊不規則的行坐 然後三邊淋著馬路有點像運斗耶 這麼特殊的造型 不知道裡面長什麼樣子呀 不吧 我們可以去一二樓喝咖啡 那三四樓的部分呢 是可以預約參觀喔 走走吧 帶我去 謝謝 姐姐 這一棟真的很不一樣耶 不錯吧 看完之後你要帶我去哪裡啊 我們看完文化之後 現在要帶你來看當地人的生活 感受南萬華的風情 我們去逛街 快快快 就名渣辣仔的南萬華 也就是現今新電溪所圍成的東園 青年公園一帶 在過去曾經是農作物生長的肥沃沼澤地 也有過戲院迎樓鼎立的繁盛年代 不過隨著時間過去 如今雖然繁華不再 卻也多了幾分 卻也多了幾分 古樸輕優 小邦你知道嗎 這條街短短800公尺 竟然就有上百家店耶 哇 我剛剛觀察一下 我覺得這些商戶也蠻不一樣的耶 好像結婚用的一些傳統的東西 在這邊都可以買得到耶 很豐富喔 比如說像米店啊 或者是你要刻一張打鑰匙 腳踏車店 這邊應有盡有 甚至很多好吃的東西也有 感受完南萬華最在地的風情之後 走著走著也累啦 接下來我們要前往 南萬華人最愛去的休閒地方 青年公園 這裡是全台北市面積第四大的公園 讓人有彷彿置身在森林浴場當中的錯覺 加上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遊樂器材 所以不但是當地的親子居民 休閒的好所在之外 最近還因為有新的設施落成啟用 也吸引不少的潮男潮女前往打卡喔 小方你看 這個現在是最夯最紅的飛機探索區 如果放假的時候 這邊的小孩真的都滿出來都玩瘋了 而且青年公園真的有很多好玩的設施 像是這種火箭溜滑梯啊 小朋友真的都超愛的 哇 我覺得根本就是最時尚的公園了嘛 我剛還以為我來到科學博物館 沒想到會把飛行的元素放在公園裡面 真的是太神奇了 真的 而且呢不只小孩子好玩啊 大人的各種球類像是呢 雨球 網球 棒球 籃球 高爾夫球 全部都可以玩 甚至呢你想要游泳啊 或者是散散步都很棒 哇 我想這不是只有小朋友會喜歡 連大人都會很喜歡那個地方耶 真的 除了青年公園之外 附近的馬掌町紀念公園 也是許多人空閒會去的景點 不但是可以沿著河岸騎著腳踏車 享受追風的樂趣 累了還可以坐在體岸旁 看著魚兒水中跳躍 露絲七夕密實的季燃光景 可以欣賞另類的都市風情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真的可以帶親朋好來玩耶 你看這麼大空曠的地方 可以放放風箏 小朋友來 哇 這麼一大片草坪 可以盡情的奔跑呢 滾來滾去 真的 其實呢這個馬掌町紀念公園 它是全台北第一座 也是全台灣第二座的史基 而且每到秋天會舉辦加蠟祭 那個時候就會有很多人 一起來同樂 包括呢有很多親子活動 食農教育非常地豐富 不管是在地人外地人 都可以感受當地的文化喔 哇 整個影片看下來 我覺得很舒服耶 很適合居住的地方耶 對啊 歡迎帶小朋友來玩啊 對啊 這個加蠟祭啊 其實我住在這邊 對 沒有參加過 真的人 對啊 問一下玲瓏哥 這加蠟祭怎麼來的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習俗呢 九十幾年前 這邊都是一片的稻田 又是沼澤地嘛 然後大家就 帶山蟹 山蟹 帶蟹蟲 帶蟹蟲 然後這邊人就種 這邊是平地比較多嘛 就種稻米 農作物 結果呢 就病蟲害 病蟲害很嚴重 後來人家請說 沒有蟹蟲 有一個寶儀大夫 這一個 男人說 這一個就是跟文藥什麼 還有農作物這邊有關係 我們幫他請他來給他撈進好不好 結果好啊 大家都敲鑼打鼓 從蟹蟲給他迎過來之後 十二個禮這樣子 走完一趟之後 哎呦 那一些病床害就不見了 那吃水果 拜秋 頭 吃米飯 竿 豬頭 喝水輸完頭 吟水濕眼 然後就每年這段時間 就請這個木柵的 男公再來跟他撈進 一年 兩年 三年之後呢 就這樣子九十多年來 持續每年的三月十二 就是這樣子的繞線 很熱鬧 嘎拉文化 既是這樣來的原因就對了 只是我們都已經來到這一代 那我就要問一下小邦 除了剛剛我們影片看到這些景點之外 嘎拉這邊還有其他景點不能錯過嗎 當然啦 我要帶大家去台北市 最早而且保持最完整的 拓肯聚落 台北市最早的拓肯聚落在這裡 到底哪個地方 休息一下 老盟甲 新萬華 經典新潮玩法 剛剛小邦說要帶我們到了這個 算是萬華南邊 嘎拉這裡有台北市最早的 這個開肯聚落這首 對 其實嘎拉大概有六七個聚落 也就是我們講的莊 對 它發源這個新電新的古河道 他們在三百年前就有漢人來這邊落腳 最大的一個象徵是在哪裡 就是有個洋家宅 洋宅他們有個古景 這個古景就是這個活水泉源的開端 所以大家去來到這邊 請都去看看這些仙人 他們在拓肯時期的文化地景 因為你才知道他們之前是怎麼奔洞過來的 這些如果你不去看他 他其實有可能會因為都更 會被遷移或消失掉 所以你去看的時候 你才知道仙人是多麼辛苦 在這個地方落腳生耕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生活 所以這個地方很推薦大家去看一看 很有趣 而且這邊輕輕鬆鬆的 你帶小朋友放電 放電一個下午之後 然後也到晚上啦 吃飽飽回家 好 問一下Cindy 這邊你會帶他們去吃什麼咧 來 帶大家來到這個 非常有名的就是南雞場 也是美食 艾瑞克的最愛啦 好吃 好 講到這個南雞場 剛剛其實在VCR裡面也有看到 那個公園就是以飛機為造型嘛 其實靈感來源就是來自於附近的這個南雞場 既然南雞場 南雞場代表他以前就真的是個雞場 真的是雞場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呢 他其實是一個軍用雞場來著 那當然隨著時代的變遷啊 後來就把它改建成為了很多的國宅啊 眷村啊等等 那大家都知道有人潮就有錢潮 有錢潮自然而然就會發展成一個商圈 於是就成了現在非常有名的這個南雞場夜市 在這個裡面呢有很多美食 而且很多都拿過米其林推薦 就是什麼水煎包啦 然後還有什麼麻油雞啊 蚵仔啊 然後各式各樣 非常多 但是我今天要介紹這個呢 首先不要懷疑你的眼睛 就是烤玉米 你就吃起來就是烤玉米 就是烤玉米 No 它不是一般的烤玉米 它是曾經得過兩屆米其林推薦的烤玉米 烤玉米其林的霸主啊 對 連續兩年喔 非常厲害 那這個烤玉米呢 它是一個阿嬤在那邊烤對不對 然後你知道呢 它這個玉米 從原處呢 你就可以聞到那個香氣撲筆而來 大家知道呢 烤玉米的精髓是玉米嗎 對 它這個玉米呢 對 它這個玉米呢 是呢 這個老闆呢 特地呢 從這個雲林小農 它特別競軌 挑選過的這個玉米 所以呢 它裡面的這個水分呢 就是非常的充足 你吃下去就覺得非常的好吃 除此之外呢 烤玉米的精髓還有什麼 就是它上面的那個刷醬 真的假的 對 因為你知道呢 它上面那個刷醬呢 就是它那種獨門特調 然後再加上呢 經過那個炭火炭烤之後 然後上面又有那個炭香的香氣 非常的好吃 大家一定要來吃吃看這個 不同凡想的烤玉米 那個烤玉米阿嬤 她跟著我的團出去玩好幾次 然後 報你名字有沒有打折 有喔 排隊 打折 其實喔 阿嬤沒有辦法走很遠的路了 但是她只要站上她的砍牌 她可以站一整天 你去小時候看 她的腰都拿著護腰這樣 我們這種職人精神 職人精神 好感動 我們下次去就報林農哥 也是 這樣幹就對了 那除了烤玉米之外呢 媽媽會不會被趕出去 然後呢 除了烤玉米之外呢 還有這個呢 夜市甜湯的霸具 這間也是非常的厲害 它呢 已經到現在有46年的歷史了 也是一個老店來著 那這裡的甜湯呢 為什麼厲害呢 一定要必點的叫做什麼呢 叫做呢 酒釀甜蛋芝麻 或花生湯圓 對 或花生湯圓 那這個呢 酒釀 它是店家自己去慢慢發酵而成的 所以它完全不會有外面可能 有些人覺得酒釀味道太重 完全不會 它喝下去那個湯就是很清甜的感覺 不管是吃花生的還是芝麻的 一咬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餡料直接在你嘴巴這樣 噗 這樣蹦開在你的嘴巴裡面 而且那個餡料呢 是甜而不膩 然後呢 皮薄 餡又很多 對 所以你吃起來那個扎實 有些是外面那種皮很厚 你都感覺只吃到那個麵皮 那個餡料怎麼一下就流完了 沒有 它就會讓你感覺到皮很薄很Q 然後餡呢 又源源不絕的一直流出來的感覺 然後這個湯頭呢 這時候你吃完這個湯圓 你一定要趕快補一口湯 因為你就可以感受到那個酒釀 你要去balance它那個清甜味道 之外 它裡面還有加蛋 還有蛋香 然後呢 老闆還特別加了紫米 除了增加那個營養程度之外 大家知道紫米有一點口感 對 就是你一小下去的時候 又有軟 又有綿 又有一點咬勁 然後又有蛋的那種滑順 哇 這一碗不得了了 你知道看到它那個招牌 可能有三四十種品項 但因為我喜歡吃冰的 我每一次一定會點的就是銀耳簾子 銀耳 因為你吃了很多就是小吃 然後就是鹹的以外呢 最後你想要吃一個冰涼的 就是那種很酥爽的感覺 一定要點它那個銀耳簾子 它那個銀耳就是很滿 就像就是平民版那種燕窩的感覺 它那個裡面滿滿的那個簾子 然後跟那個木耳 然後整個這樣子滑順的感覺 超級好吃 真的 好 所以我們如果已經來到了 這個像是萬華的南邊 嘎啦這邊 同樣啊 萬華雖小 但是你一天玩不玩 找個地方過夜啦 來來來 艾瑞克 南萬華這裡推薦住哪裡 五星級的在地風情的萬華飯店 那它本身自己是一個台灣在地的 連鎖品牌的國際品牌開設的飯店 所以它其實整體的規格是有 五星級飯店的規格 可是它有很多在地的這個 鋁店的風格設計 那它的房型也非常的多 那輕工業風它比較特別 它就是有這種藍白的色彩 然後有那種金屬的鉤邊 然後整體你會覺得很特別 而且它是三人房 因為其實在這邊 其實很少有三人的房型 就三張小床 所以很多就是比如說家庭 或是三五豪雨一起出遊的時候 就很適合住它三人房 那如果是家庭的話 就可以走它這個雅治風 它裡面是比較像是那種日系 輕奢感 然後就是比較舒適 然後簡約的感覺 那我自己上次去的時候 我住的就是這個豪華的雙人房 對 可是豪華其實比較基本的房型 大概就是從八坪起跳這樣子 可是它確實有很多現代的感覺 比如說裡面可能會配這種 藍牙的音響 然後有這種浴缸 設備不錯 乾式風景 其實它的設備滿好的 除了房間的設備以外 它也有健身房 還有一個露天泳池 還有泳池家庭 對 如果是帶小朋友 或是帶家庭 或是其實想要有一點點度假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們前面都是排的 比較都市感的一些行程 那如果你想要有一點度假感的感覺 其實這個飯店 就會讓你有點度假的feel 價錢其實我覺得也還算蠻合理的 你給我晚上要多少錢 一個晚上 可以 可以耶 對 三千多塊錢 今天我們就感謝我們的專家來賓 提供了寶貴意見 這個萬華雖然它不是很大 但看點真的非常多 而且你想要了解台北 就從這裡看起 所有精華都在萬華地區 感謝你的收看 New金蛋浩 下次見 拜拜 拜拜